海上花烈传 作者 韩邦庆 第一回 赵普斋 咸瓜皆仿旧 红扇清 聚绣堂作梅 按此一大说不书 细花也玲珑所著 明月海上花烈传 只因海上自通商一来 南部烟花日新月盛 凡夜有子弟 穷腹流连雨 狭歇者不知凡己 虽有父兄 敬之不可 虽有师友 见之不从 此 奇奇 敏玩不灵哉 独不得以过来人为之献身说法 方妻 目挑心许 北样筹谋 当局者 金金虎若有魏眼 意景描摹出来 便觉令人欲殴 七尤不 爽然若失 费然自反之后 花也玲珑聚菩提心 蕴广长舌 写照专神 熟辞笔逝 点缀轩然 耀耀如生 却绝无半个 引至惠悟字样 盖踪不立 惊觉提思之之云 狗跃者暗机寻踪 心通其意 见当前之魅于西子 既可之背后之薄于叶叉 见今日之魅于糟康 既可普塔年之独于蛇蟹 也算得是欲绝尘中 发人深省着意 此海上话列传之所以作也 看官 你到这花也玲珑 旧是何等样人 原来古怀安国之北 由黑田香 其主者曰 纸立氏 上氏为天鹿大夫 进封立权郡公 乃流玉于重香锅之温柔香 而字号花也玲珑云 所以花也玲珑 时是黑田香主人 日日在梦中过活 自己偏不信是梦 只当真的做起书来 极致捏造了这一部梦中之书 然后唤修了那一场书中之梦 看官啊 你不要只在那里做梦 且看看这书倒也无煞 这书既从花也玲珑一梦而起 也不知花也玲珑如何到了梦中 日觉得自己身子飘飘荡荡 把握不定 好似云春雾感地滚掉去 举手一望 亦不在本源之地了 前后左右寻不出一条道路 竟是一大片浩渺 苍茫无边无际的花海 看官须知到 花海二字不是杜撰的 只因这海本来没有什么水 只有无数花朵 莲枝带叶飘在海面上 又平晕又绵软 浑如秀银锦记一般 竟把海水都盖住了 花也玲珑枝见花 不见水 喜得手无足蹈起来 并不距离为这海的过若千寝 深若千寻 欢当在平地上似的枝柱榴莲 不忍舍去 不料那花虽然枝叶浮 却都是没有根地的 花底下却是海水 被海水冲击起来 那花也值得随波逐流 听其所知 若不是遇着了 蝶浪疯狂 鹰气艳渡 就为那扎蒙 羌狼 虾磨 蝼蚁之属 一味地劈仓遮 狼藉柔令 为妖如桃 浓如礼 不贵如牡丹 又能抵住中流 为群方吐气 至于居之秀仪 眉之孤高 蓝之空山自访 连之出水不染 哪里经得起一些委屈 早已沉沦孤墨于起烟 花也磷浓见此光景 只有所感 又不敬苍然卑之 这一吸一杯 也不搭紧 只凡害了自己 更觉得心慌意乱 目眩神窑 又被刚风一吹 身子越发乱创乱磕的 邓师闯空了一脚 便从那花凤里陷溺下去 竟跌在华海中了 花也磷浓大叫一声 但要挣扎早已意落千丈 直坠之地 却正坠在一处 睁眼看似乃是上海地面 华阳交界的陆家石桥 花也磷浓 柔柔眼睛 立定了脚跟 方记得今日是2月12日 大清早起 从家里出门 走疗错路 混入花海里面 喝了一个金头 幸亏这一跌 倒跌醒了 回想实在多少情势 滴滴在目 自觉好笑 竟做了一场大梦 叹息怪差了一回 看官 你到这花也磷浓 啾啾醒了不曾 请各位猜一猜这雅明儿如何 但在花也磷浓自己以为是醒的了 想要回家里去 不只从哪一头走 模模糊糊削下桥来 刚至桥土突然有一个后生 穿着月白珠布剑衣 金匠宁出马褂 从桥下直冲上来 花也磷浓 让臂不及 对面一创 那后生 扑他地跌了一跤 跌得满水淋漓的泥浆水 那后生一咕噜爬起来 拉住花也磷浓乱嚷乱骂 花也磷浓向他分说 也不听见 当时有轻步好 一中国寻仆过来查问 后生道 我叫赵普哉 要到咸瓜街浪去 肚里晓得冒失鬼 笨得来跌我一跤 那看我马瓜浪烂泥 要你赔个晚 花也磷浓正要回言 只见寻仆道 那自家也无小心 放里去吧 赵普哉还孤怒了两句 没奈何放开手 眼睁睁地看着花也磷浓 扬长自趣 看得人积满了路口 有说的 有笑的 赵普哉抖抖一镜 发急的 叫我拿架去见我娘舅下 寻仆也笑起来道 那去茶馆里拿手镜来开开呢 一句提醒了赵普哉 既在桥渡进水台茶馆 站着个靠街的座儿 脱下马瓜 等到唐瓜咬面水来 普摘胶八手巾 细细地擦那马瓜 擦得没一点痕迹 放在川上 下一口茶 会仗起身 静置闲瓜街中事 寻见冲仲昌神殿招牌 渡进石库门 高声问 红扇青先生 有小伙计答应 邀进客堂 为名姓字 忙去通报 不多时 红扇青匆匆出来 赵普差虽也久别 见他削骨脸 抱眼睛 却还认得 急不上前 口称娘舅 行下礼去 红扇青还礼不得 请起上座 随问 另他阿豪 阿曾一逃来 欲来多路里 普摘道 小玉宝扇街 越来客栈 乌母乌曾来 说他娘舅请安 说着小伙计送上 监察二世 红扇青问及来意 普摘道 也无啥事干 要想寻点生意来做作 扇青道 近来上海贪浪 倒也乌好做啥生意呢 普摘道 为此乌母说 人某一年大一年载 来到屋里做啥呢 还使出来做做生意吧 扇青道 说也乌差 乌几年十几岁 普摘道 十七 扇青道 乌海有个另媚 也好几年乌健在 比乌小几岁 阿曾受查 扇青道 乌曾 今年也十五岁在 扇青道 屋里还有啥人 普摘道 不过三个人 用个娘姨 扇青道 人头少 开销总也有限 扇青道 彼此从前省得多哉 说话时 只停得天然 记上字名钟 连敲了十二下 扇青济流 有普摘便饭 叫小伙计来说了 须已翻上四碟两碗 还有一壶酒 生就两人 对坐同饮 须已些近年精逛 闲谈些乡下情形 扇青又到 那一杆子住来的客栈里 无不照应晚 普摘道 有个米航里朋友 叫张小村 也到上海来寻生意 一头住来的 扇青道 故也罢在 吃破了饭 铠面漱口 扇青将水烟筒授予 普摘道 哪做一些 等我干出点小事体 打你一桃北头去 普摘唯唯听命 扇青仍匆匆地进去了 普摘独自坐着 把水烟吸掉个不耐烦 只敲过两点钟 方见扇青出来 又叫小火器来 叮嘱了几句 然后让普摘前行 同志街上 向北一直过了路加石桥 坐上两把东洋车 竟拉至保扇街 约来客栈门口停下 扇青约朔都给了钱 普摘既请扇青进站 到房间里 那同雨的张小村 已吃过中饭 床上铺着大红 荣毯摆着亮汪汪的烟盘 正熙的烟腾腾的 见赵普摘同人进房 便料定是他娘舅 忙丢下烟枪起身四箭 红扇青道 尊姓是张 张小村道 正是老伯阿氏 扇青先生 扇青道 其感其感 小村道 勿曾过来奉后 抱歉之至 先寻一回 对面坐定 赵普摘取一只水盐筒送上扇青 扇青道 舍生戳辞到上海 全杖大力照应照应 小村道 小只也误懂煞子尸体 一头上来摩 自然大家照应点 又谈料鞋客套 扇青把水盐筒送过来 小村一手接着 一手让去床上吸牙片烟 扇青道 不会吃 忍哥坐下 普摘坐在一边 听他们说话 慢慢地说道 堂子官人 普摘正要开口问问 恰好小村送过水盐筒 普摘趁势向小村耳边 说了几句 小崔先呵呵一笑 然后向扇青道 普兄说要到堂子里见识见识 啊好 扇青道 路里去呐 小村道 凡是齐盘街 让里走走吧 扇青道 我记得西齐盘街 续绣堂里有个官人 叫陆绣宝 道无啥 普摘插嘴道 就去在外 小村直是笑 扇青也不觉笑了 普摘催小村收拾起烟盘 又等他换了一副 竹心 行头 头戴 刮个小帽 脚灯 京师 香邪 身穿银灰 航线 棉袍 外罩 宝兰 宁愁马挂 再把脖下的衣裳 一件件都叠着起来 方才与扇经 向让同行 不摘正字性急 扯上房门 随手锁了 跟着扇经 小村出了客栈 转两个弯 一道西齐盘街 望见一盏八角玻璃灯 从铁管掌起 在大门手上 上写巨绣堂三个珠慈 扇青银小村 普摘进去 外上认得扇青 满海 杨家某 庄大少爷朋友来 只停到楼上 答应一声 便登登登 一路绞声 到楼门口迎接 三人上楼 那娘以杨家某见了 道 哦 洪大少爷 房里请坐 一个十三四岁的大姐 早打起帘子等候 不料房间里 先有一人横躺在他床上 搂着个官人 正细笑里 见洪扇青进房 方丢下官人 起身招呼 向赵小崔 赵普斋也拱一拱手 随问尊姓 洪扇青带大了 又转身向张小村道 地位是庄里扑先生 小村说声久仰 那官人掩在庄里扑背后 等坐定了 才上前来进瓜子 大姐也拿水盐筒来装水盐 庄里扑向洪扇青道 正要来寻耐 有多花五世 能看看阿有傻人作成 寄去身边摸出个折子 授予善青 善青打开看时 上面开列的 或是珍宝 或是股东 或是书画 或是衣服 底下脚 明码标价号码 善青揍眉道 等号五世 消场到南里 听说扬州里转红来里 阿要去卫生里看 庄里扑道 李善红的 我叫陈小云 哪子去在 无曾有回信 善青道 五世来到楼里 地扑道 旧来到红色书房里楼廊 阿要去看看 善青道 我是外行 看啥呢 赵普摘 听这等说话 跑不耐烦 自憋转头 细细地打亮那官人 一张血白的圆面孔 五官端正 七巧玲珑 最可爱的是一点猪唇 时时含笑 一双翘眼 处处生情 见他家常只带着一只 银丝蝴蝶 穿一件东方亮珠布衫 照一件原色筹心 断香马甲 下手稿和筹心 月白断 香三道 袖纸 花边的裤子 普摘看得出谁 早被那官人搅着 笑了一笑 慢慢走到 靠壁大阳镜前 左右端向 聊聊并角 普摘望起所以 眼光也跟得过去 姑听红闪轻叫道 秀琳小姐 我替乃秀宝 妹子做个美人阿豪 普摘方知那官人是陆秀琳 不是陆秀宝 只见陆秀琳回头答道 照应你妹子 阿游沙无好 即高声叫杨家母 正值杨家母来交手巾 冲茶碗 陆秀琳边叫他 和秀宝上来加茶碗 杨家母问 陆立一位虾 红扇轻伸手指着普摘 说道 赵大少爷 杨家母 递了两眼 道 阿是帝位赵大少爷 我去喊秀宝来 接了手机 忙登登登跑了去 不多时 一路叽叽咯咯 小脚声音 知道是陆秀宝来了 赵普摘 眼望着帘子 见陆秀宝 一进房间 先取瓜子 碟子 从庄大少爷 红大少爷 安睡进去 进到张小村 赵普摘两位 问了尊姓 却向普摘 唯唯一笑 普摘盖 陆秀宝 也是个小圆面孔 同陆秀林 一模一样 但比秀林 年纪轻些 身材短些 若不是同在一处 竟认不清楚 陆秀宝 放下碟子 挨着赵普摘 肩膀坐下 普摘道 有些不好意思的 左不是 右不是 坐右 坐不是 走右 走不开 幸亏杨家母 又跑来说 赵大少爷 房间里去 陆秀宝道 一道请过去 再挖 大家听说 都立即来向让 庄历普道 我来引导 正要先走 被陆秀林 一把拉住袖口 说道 奈否去乃 要里多去莫仔 洪扇青回头一笑 随同张小村 赵普摘 跟着杨家母 走过陆秀宝 房间里 就在陆秀林 房间的减壁 一切铺设 装潢 布上上下 也有着衣镜 也有自明钟 也有泥金战队 也有彩画 圈灯 大家随意散坐 杨家母又乱着家茶碗 又叫大姐装水烟 接着外场送进干尸来 陆秀宝一手脱料 又敬一遍 人去和赵普摘 并坐 杨家母站在一旁 问洪扇青道 赵大少爷公管来多路里沙 扇青道 里达张大少爷一头来头月来站 杨家母转问张小村道 张大少爷阿游 相好下 小村微笑摇头 杨家母道 张大少爷无不相好吗 也判一个在吧 小村道 阿是来叫我盘相好 我就盘子那摩在吧 阿好 说得大家轰然一笑 杨家母笑了又道 拍赞相好吗 他赵大少爷一头走走 阿里闹热点 小村冷笑不打 自去他床躺下西安 杨家母向赵普摘道 赵大少爷 那来做个媒人吧 普摘正和陆秀宝鬼混 装作不听见 秀宝夺过手说道 就来做媒人 煞悟想下 普摘仍不语 秀宝催道 那说说呢 普摘没法 看看张小村面色要说 小村只怪西安不理他 正在为难 恰好庄丽普先连进房 赵普摘介事起身让座 杨家母见没意思 方同大姐出去了 庄丽普对着红扇青坐下 讲论些生习常种情事 张小崔仍藏下西安 陆秀宝两只手按住赵普摘的手 不许动 只和普摘说闲话 一回说要看戏 一回说要吃酒 普摘吸着嘴笑 秀宝索性搁起脚来 滚在怀里 普摘腾出一手 伸进秀宝袖子里去 秀宝严谨胀胸脯发急道 方那张小村正吸完两口烟 笑道 那方来得水饺植物吃 倒要吃馒头 普摘不懂 喂小村道 那说啥 秀宝忙放下脚 拉普摘道 那方去听理 你来得寻那开心在内 抚依着张小村 把嘴撇下来道 耐想好莫误攀 说到会说的也得 一句说的张小村 没趣起来 鲜鲜的起身去看中 红扇清觉小村意思要走 也立即来道 你一趟吃夜饭去 照不着听说 慌忙莫快羊钱丢在 干湿碟子里 陆秀宝见了道 在座些年 一面喊秀宁 阿姐要去再 陆秀宁也跑过这边来 低声和庄丽谱说掉些什么 财同陆秀宝送至楼门口 都说 晚些一逃来 四人答应下楼